过去十年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的经济发展 在日趋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中 依然是取得了 举世主顾的发展成就 这两年我们这个制造业 可以说名声非常的响 刘兽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感触 制造业对于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 非常重要 那么维方的制造业 发展历史也非常严谨 而且这个没了齐全 产业链也相对完善 规模以上的工业营业收入 卖成万一的这个外界 像维柴动业 像高尔升学 然后这样的这个勇均的企业 不断的崛起 产业结构呢 也实现了这个优化 就这两年来看 维方的传统的制造业 然后正在进行换到超车 那么新兴的产业呢 正在换到超车 而且在金融的推动下 维方式的脖子头的创新平台 是非常多的 我们维方式的制造业 正在整形升级 而且是比较长 欢迎关注金融卫方 高端系列访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